暑假,我们来到了风景一人,四季如画,环境优美的香港游玩,大蚊、豆娘等生物百花齐放。 不过,在我们的野外考察中,一种色彩鲜艳的植物,假瓶婆经常映入我们的眼帘,它的果实极具特色,成熟的果实成大红色,就像一只只挂在天空中的海星,十分鲜艳。 在翻微信时,我们偶然间看到了一篇由公众号科学大院在5月25日发出的文章,题目为白纳热带植物园的齐花仪会,美得让人惊艳。 文章里提到了假瓶婆,并且写到红春稀释假瓶婆种子中的毒素,然后利用假瓶婆中的毒素武装自己,抵抗外籍,同时也利用这种毒素来求偶,吸引异性。 假瓶婆与红春之间的毒素利用关系是动植物关系中的清洁案例。 在看到这个资料后,我们感到非常震惊,在之前的眼外考察中,我们多次发现过范光红春,也曾见到它,西式蜗牛,毛毛虫等小动物。 但是,我们从来不知道红春和假瓶婆之间有毒素利用关系,这让我们感到很感兴趣。 我们用谷歌学术查阅关键词,却查不到相关信息,我们在用百度查阅,也只能重复找到那篇相同的文章。 继续在YouTube和优酷视频网上查找视频资料,仍然一无所获。 但是,我们看到了一段关于假瓶婆可以食用的惊人视频。 瓶婆可以吃啊,像糖草栗子一样。 我们人可以吃吗? 可以啊。 糖草栗子。 大概类似糖草栗子。 可以直接吃吗?还是要先炒过? 没有,要煮过。 要煮过。 有科学家说它有毒,然而竟然有人拿它来使用。 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,令我们十分担心。 假瓶婆到底有没有毒呢? 如果有毒,它怎么能食用呢? 如果没毒,它和红春之间怎么会有毒素利用关系呢? 带着疑问,我们准备到假瓶婆大量分布的南亚岛进行考察。 在一棵大树上,我们终于拍摄到了一对正在焦尾的泛光红春。 它们一边焦尾,一边吸食着假瓶婆未成熟的果实。 雌性红春用它长长的口气插入假瓶婆的果实之中, 用力吸食着并不断更换口气的位置。 而雄性红春被比自己体型大的雌性红春所牵制。 身体翘在半空中,吸食不到果实只好眼巴巴地看着。 过了几分钟,雌性红春拔出了自己的口气, 挪动了几步,后继续吸食。 快看,一只红春穿着红色外套静静地吸食着一颗成熟的种子, 简直和假瓶婆混然一体,难以令人发现。 它吸食了一会儿,便扬长而去。 我们继续坚持观察汗流,夹背。 终于又来了一只红春。 费尽千辛万苦,她终于把口气插进了甲瓶婆的种子,开始享用美餐。 我们不会查阅专业的文献资料, 就请哈佛大学的专家帮我们查阅了数据库, 但是追溯到1977年,再追溯到1924年, 都没能查到红春与假瓶婆的毒素利用关系。 我们无计可施,只能下定决心,设计实验, 验证假瓶婆是否有毒性。 我们对假瓶婆是否对昆虫有麻痹作用,进行了实验。 我们分别准备了四个碗,四个喷瓶,两个导药杵,一瓶蒸流水。 我们先将四个碗编号,并分别放入假瓶婆成熟和未成熟的果皮和种子。 将四个碗分别用导药杵捣碎,并加入相同剂量的蒸流水倒入瓶中。 用四种不同的假瓶婆,试剂喷向同一种害虫。 我们继续生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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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